男人刚准备点一根滑子 突然打火机被人抢走 对方是当地最有权势的恶霸 可男人也是一个狠人 自己没有点着 怎么会让别人轻易点着 他单手拽住小卡拉 就是不让光头点上滑子 他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屈辱 一旁的村民也正等着看笑话 光头使出吃奶的劲 誓死要点着这根滑子 可不管怎么用力 始终还差0.001毫米 男人却显得异常轻松 最难的就是中间的小卡拉 被勒住脖子差点去了西北 眼看老大被人欺负 这下可不得了 车上的暴徒全部下车 小弟赶紧捡起打火机递给老大 他毫无忌惮地把玩着打火机 还竖起终止赤裸裸地挑衅男人 他刚准备上前就被两个小卡拉拦住 哭吃两拳直接干飞两人 后面的汽车差点被撞翻 平头哥见识不妙 赶紧钻进车里看上了报纸 周围的村民都在看戏 因为从来没有人敢惹这个恶霸 男人死死地盯住打火机 上前哭吃就是一脚 抓住老瓜子绷飞两个 使出边腿又踢飞一个 挡住公鸡再哭吃一脚 弯腰蓄力对准腰子就是一炮子 瞬间数十个小卡拉被放倒 暴徒就像葫芦娃救爷爷一样 一个一个地去送人头 突然撕着小卡拉使出野牛冲撞 将男人向后推了数十米远 他伸出左脚一个急杀 男人彻底地被激怒 打火机在空中停留了八万秒 最终被男人接住 当着光头的面点着了滑子 刚准备转身离开 光头却放出狠话 说道你知道你惹的是谁吗 我不懈知道你是哪根葱 我的打火机是我的命 任何人都不许抢走 说完潇洒地离去 男人名叫拉西 是一个一一抵百的无敌战神 但这次他惹到的人的确不简单 光头的父亲是当地最大的黑帮老大 人送外号丧昆 如果有人在他面前穿鞋子 是对他的羞辱 这个男人刚放暑假回来 穿着鞋子路过丧昆的门前 这彻底地惹怒了丧昆 他直接脱掉男人的皮鞋 强行让他踩玻璃渣子 老头苦苦哀求丧昆放了自己的儿子 他儿子才刚从外地回来 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可丧昆是谁 只要敢羞辱他 就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 最后将男人的双脚直接废掉 回到家中 丧昆听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被揍了 询问手下是谁这么大胆 平头哥说他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 只是下火车抽根滑子而已 他一人就吊打我们数十个兄弟 丧昆听到这话顿时怒火中烧 叫上小弟抄起家伙去弄他 忽然刚才的那个老头出现 他还当着丧昆的面穿着草鞋 这是对丧昆赤裸裸的挑衅 丧昆怒气冲冲地走上前 一把抓住老头衣领 他直接朝着丧昆吐了一口 随后嚣张地说道 你不是说没人敢挑战你吗 现在你的儿子被打了半死 所有的村民不再怕你 有本事把那个男人打倒 忽然你傻也不是 气得他直接拿一个小弟出气 他发誓要将拉西碎尸万段 重振自己的威名 此时的拉西正乘坐火车回家 谁知在路边看到一个绝世美女 他穿着红色长裙 奔跑在田野中 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 这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么直接 拉西已经爱上了 此时的拉西已经跳下 时速250的火车 女人见状赶紧开着小毛驴离开 拉西在后面追了五百公里 他那倾国倾城的容貌 深深地吸引着拉西 心里就好像一万只小鹿乱撞 他发誓一定要追到那个女孩 直接来到学校当着众人的面表白 女人有个好听的名字翠花 她说这是一场误会 当时只是在拍视频 可拉西已经当真 这辈子非翠花不嫁 她开始死缠烂 面对这样的爱情攻势 翠花隐隐对拉西产生了好感 但她始终没有说出口 直到有一天 拉西对翠花说 如果不爱我 我以后绝对不会缠着你不放 我会站在这里等着你转身 如果在转弯处回头了 就说明爱我 没有回头 证明你不爱我 翠花气得扭头就走 可心里却早已经有了答案 她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 就在这时丧坤的手下杀倒 一棒子将她打晕 与此同事还有另外一群暴徒 她叫黑龙 同样在追求翠花 趁着拉西被打晕 她趁机绑走了翠花 拉西则是被带往丧坤的家中 她收到消息 激动的都要哭了 这帮人中途想要吃个饭 开进了一间餐厅 平头哥刚想下来 就被叫回去看守拉西 此刻的她害怕极了 她见识过拉西的厉害 心里总有不祥的预感 拉西突然醒来 吓得平头哥瑟瑟发抖 她的求生欲望超强 如果不杀她 就告诉她一个好消息 她说拉西被抓走后 那个女孩偷偷回头看了她 听到这个消息 拉西就像打了尿素一样兴奋 她连儿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忽然一个小塔拉飞进圆群 那铁板凳都被干散架了 战神拉西归 她完全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 抢了一辆摩托去找翠花 丧坤手里拿着砍刀 准备拿拉西开刀震慑村民 没想到大儿子也被打了 这下丧坤慌了 自己的威严再次被挑衅 村民们更加不会怕她 老头还敲锣打鼓为拉西庆祝 气得他直接握住两米砍刀 他恨不得将拉西吞下去 直接将手放进辣椒酱里 丧坤要将自己受的苦百倍奉还给拉西 此时的黑龙威胁翠花的家人 要和翠花结婚 谁知半路上碰上死对头 拉西趁机将翠花结走 一路上两人享受着美丽的风景 吹着海风 跳着欢快的舞蹈 当拉西询问翠花那天是不是回头了 他却因为害羞不肯承认 拉西只好来到平头哥的家中 上来就是一大瓜子 说道 你竟敢骗我 那天他没有回头 眼看平头哥快被打死 翠花只好说出了真相 那天确实回头看 现在两人终于正式相爱了 可黑龙不会善罢甘休 派出一群暴徒围堵拉西 可他们不知道这个男人 不到十秒这群暴徒全被干掉 拉西直接将丧坤和黑龙约出来 要将他们打得心服口服 这样才能和翠花过上幸福平稳的日子 可丧坤不能忍 他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屈辱 拖着三米长的砍刀 直接朝着拉西砍去 可下一秒刀就被夺了过去 架在了丧坤的脖子上 难道这就是单身三十年的手速吗 大儿子健壮冲上来 哭吃就是一脚踢飞 拉西拿着砍到一顿乱砍 场面极其混乱 那丧坤都看傻眼了 一旁的村民都叫拉西杀掉丧坤 他们积压许久的怨恨终于爆发 一刀下去屏幕都被砍黑了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丧坤的幻想 他立刻向拉西认输 说自己以后不会再欺压村民 可黑龙表示不服 说翠花是他的小宝贝 谁也不能将他带走 这可彻底的激怒了拉西 自己的女人怎么能够让别人叫宝贝 对着黑龙一顿输出 眼看打不过 黑龙连忙叫手下掏出枪 可拉西是谁 日常夺子弹不在话下 踢起一根铁棒打掉手枪 再次对着黑龙一顿胖走 但他还是不放弃 说翠花是我的宝贝 翠花一听这话 顿时不高兴了 他真正喜欢的是拉西 而不是黑龙 捡起手枪就要干掉黑龙 拉西健壮连忙上前阻止 就在两人争夺中 手枪被抛向了空中 这颗子弹并没有要了黑龙的命 只是让他失忆 现在完全忘记了翠花 这也让拉西和翠花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电影到此结束